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教大家P一下照片 P完就能放instagram上面用的照片 首先呢这是原照片 是我从加拿大Caml那边的Rocky Mountain山上拍的 现在呢我们来调一个白天的 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就是没有那么亮 我们就直接选Curve 然后呢往上拉一点调亮画面 然后呢接着呢选择Human Saturate 我们来调高一点饱和度 标记数字自己看着办 我不想让这个蓝色太亮 我就可以专门在这里选蓝色 然后只调画面中的蓝色成分 当然大家如果想调这种状况 自己在手机上搞一搞也可以了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黑夜呢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整幅画直接把它变黑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首先再次来到我们的Human Saturate 现在我们开始调黑夜的 现在我们开始调黑夜的 黑夜呢 ok我们按一点 先把白天的这个关掉 让我们就可以看到效果 首先黑夜的天不能那么蓝 天不蓝不就露线了吗 接着右下角的小八卦 好了lookup 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调成黑夜模式 接着我们点击我们的这个小魔术棒 然后呢 画出一片天空 你看画的并不好 就按住shift键 这里会出现一个小加号 你可以拖 点 点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在意细节的人 那你可以就是放大 然后一个一个慢慢调 放进一个新的图层 这个图层里面就只有天空 好 各位看到了啊 这个天空是已经切出来了 现在呢 我们来调整一下特效 前景色背景色 前景色填充 out delete 前景色填充 out delete 这样我们把它调成前景色填充 只有天空变成黑夜的纹色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下方的这个东西 我们来调整一下它下面的样子 点进curve 接着呢我们再想想 怎么样证明它是黑夜呢 一般我们还需要一个月亮 提前找好的月亮照片 取出来 将月亮的图层移到上面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上面图层会覆盖在下面的图层 将月亮放到你觉得比较适合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调整一下月亮的特效 点折右下角fx图标 月亮是要会发光的 调整一下 把这种迷你的光芒 然后呢它的内发光 给它加一个 要选那种 淡黄淡黄颜色啊 调一个比较好的融合特效 有很多可以选的 选一个你觉得合适喜欢的就好 好现在有个问题 月亮应该在山后面 怎么可能出现在山前面呢 这时候我们就创造一个简贴红板 前景色填充 黑色隐藏 然后呢点击command 选择你天空的那个图层 看蚂蚁线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用背景色填充 command delete 好 看到没有 你的月亮就出来了 如果你想要更在意细节的话 那就选择笔刷 笔刷图的是前景色 然后呢点击B 选择笔刷 然后呢 将笔刷调小 发现你看这些有些蓝蓝的地方 要把这些漏洞的地方给涂出来 好 夜晚的场景就走出来了 现在呢我们全部选上 放进一个层 取名为黑夜 好 你想想看啊 这是原本的样子 这是白天的样子 这是黑夜的样子 怎么样 厉不厉害 现在进行我们的老规矩哦 我管它是白天还是黑夜 我现在都得留一个自己的亲笔签名 签名调颜色 选择与背景相近的颜色 不细看就看不出来 OK 现在就可以储存了 储存方法也教大家一下 点击上方 选择File Export 选择File 然后能传到桌面 然后能传到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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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